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是中央路市段 也就是中山路到玉民路之间 一共有三个地点,没有耗制缺口 而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事故高达有18件 受伤24人 其中死亡案件有两件、两人 对此状况 花莲县警察局已经会同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发现这三处缺口确实是危险的路段 因此会刊单位一次决议 要封闭这三处的缺口 以防止事故再度的发生 从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到多起的车祸事故 就在这几个无耗制缺口发生 还有不少行人违规穿越路口险向还生 而根据统计 花莲市中央路四段 从中山路到玉民路中间 这三处无耗制缺口 109年的上半年 发生车祸事故就高达18件 造成24个人受伤 其中还有死亡车祸两件、两人 在我们这个中央路四段 就是在这个中山路、玉民路 大概有6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路段 在109年1到6月 总共发生了18件的交通事故 受伤有24人 那其中最终造成两件的死亡案件 在这个没有耗制的路口 行人本来就不可以来穿越 他没有设置行专线 也没有耗制来依循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用路人 擅自穿越的话 要依照相关规定来处罚 对此县警察局、花联分局 特别会同了交通队、县政府、市公所等 路权单位和当地里长到这三个缺口 来限定会堪 发现这三处缺口确实是发生 危险事故的主要因素 因此与会单位一致决议要封闭这三个缺口 以防止事故再度发生 我们花联县警察局就在二月份 以及六月份分别邀请了 花联县政府以及花联市公所等 相关路权单位 我们也会同当地的里长等等 来共同来会堪 一致来决定我们在这个中央路的 这个路段 中共有三个五号制的缺口 来给它封闭来管制 这个避免用路人来行使使用 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状态 那按照相关的规定 行人如果不依规定 擅自穿越车道的话 是要处新台币三百块的罚缓 那有关于这个民众 有这样一个需求跟反应 那想我们花联县警察局 一定会把相关民众的需求 跟这样的建议 反应应给我们的花联县政府 有关的路权单位 来作为研议 未来来参考来办理 警方呼吁七机车驾驶人 行驶在重要干道时 如果要转弯 一定要到有号制路口时 再进行转向 而行人也不可以违规穿越马路 以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